哇是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 啊 白白傳說 我們的餐館越來越多人來光顧了呢 雖然說他們不是來吃東西 是來賣東西的 那今天這一集 我們上集就收集到很多NPC了嘛 我們就 喔 喔 你們很跳跳喔 我們就來跟這個梅里克船長 買一點道具吧 嗯 看看他有什麼東西 風暴劍 五攻擊傷害 你跟我開玩笑喔 他應該會有 其他的效果吧 嗯 好 那幽靈克星 消耗200魔力產生一個友好的幻影 13攻擊20生命值很快就會消失 好 我開始知道戰爭將軍在講什麼東西了 這梅里克真的蠻涼光的 影子劍 給予玩家加速效果 20攻擊傷害這其實還不錯嘛 喔 還有各種的 我們就先把它通通買出來吧 喔 還有套裝耶 還有這什麼東西 手榴彈 會爆炸 酷喔 喔 流彈發射器 喔 酷喔 呵呵呵 喔 有很多看起來很high的武器嘛 呃 咖哩套裝 魔力可以恢復 喔 難怪他的魔力消耗要這麼多 好 那我就把它都買一下 好 多好多的武器可以讓我們看 先看一下這個 咖哩套裝 可以魔力恢復 齁 看看他的外觀怎麼樣 喔 變一個顏色 非常好 呃 作者套路我已經習慣了 來看看這個暴風之劍 我覺得他傷害這麼低應該是有個理由 再的 喔 雷電 好痛 這個 某種意義上是蠻厲害的耶 但是我們是不是會打到自己啊 喔 然後還要消耗魔力的樣子 欸 這個很帥呢 可以一直砍一直砍 然後呢 會那個有雷電跑出來 欸 帥喔這把劍 再來的話 嗯 產生一個友好的幻影 欸 我試試看齁 欸 喔喔喔喔喔喔喔 我都會地板上點他會出現這個幻影喔 然後呢 他會對我很友好 他會一直往我這邊走 你也太友好了 你可以不要蹭我嗎 呃 再接下來 影之劍齁 嗯 給予玩家加速的效果 呃 我有加速嗎 呃 我砍一下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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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加速嗎 我 欸 我好像沒有加速的樣子 還有我剛剛打那個怪咖 我全部都是22傷害欸 應該是這個 魔幻之劍的效果齁 我只要帶在身上的話 我其他武器就會變成22傷害 他就是我們之前跟那個 戰爭將軍買的這個魔幻之劍的 低階版 這個高階版的可以打34傷害齁 那再接下來呢 嗯 首領煙火炮 還有這一些 各種各種的感覺都是 唉唷 這個 莉維之劍沒有看過 呃 它 它是近戰的 我們先來測試玩近戰的 你不要再靠近我了 不要逼我用莉維之劍喔 我砍 喔 莉維之劍它就沒什麼特殊傷害了 呃 對 它被我殺死了 嗯 欸 它這樣也變成26了欸 欸 它傷害會被壓縮到22欸 所以這個魔幻之劍 我們還是不要帶在身上好了 這會影響到我們的攻擊傷害 我把兩種魔力之劍都拿掉了 這樣我們測試武器應該就不會有什麼問題了 呦 現在就是5傷害了 沒有像剛剛那個22傷害那麼的威猛 所以魔力之劍它的能力應該真的是 在幫我們其他武器的那個傷害做一個鎖定 呃 就即使我們那個武器 比魔力之劍攻擊傷害高 我們還是會被鎖在魔力之劍的攻擊傷害 嗯 算是 呃 有好有壞啦 那接下來就來看看 看一些遠程攻擊的吧 首領煙火炮 喔喔喔這個 欸 是彩色的欸 好可愛喔 來試試看它的傷害 嗯 二十傷害出頭 齁 不算特別好喔 因為它有CD的問題 接下來 營火 欸 營火 欸 營火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欸 它它它它 它它它會發生什麼事情 欸 這是什麼跟蹤導彈的概念嗎 喔 有點不太懂欸 來看一下 呃 追蹤 喔它真的是追蹤效果欸 那我們就多召喚幾隻 然後來追蹤一下試試看 你在追蹤誰啊 你在追蹤我周圍是不是 嗯 所以它會跟著我跑 是不是這個樣子 喔欸 好奇怪喔這把武器 有點莫名其妙 那這個光譜導彈應該就是這個 欸 炮的進階版 我們來看一下 它需要彈藥是不是 欸 嗯 嗯 隱朝龜 嗯 這東西我不太會用欸 如果有觀眾知道這個 引爆龜巢 呃 什麼彈丸 怎麼用的話 可以跟汪汪講一聲 它傷害好像挺高的 但是 我不知道它該 喔 要壓著它是不是 喔 要壓著它 要壓著它 然後 呃 我壓著它 喔 要 喔 它跟那個 呃 弓一樣 它要壓著來射擊 啊 是這個樣子是不是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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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飛來飛去的東西喔 莫名其妙 唉唷 好多好多好多 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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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OK 那 我覺得這個 欸 暴風劍搭配 魔力之劍還蠻猛的 我們就 再去地霞之城探險一番吧 呃 雖然說我們BOSS已經打完了 但是我們還有一些NPC 我們沒有獲救招哈 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有這個梅里克亞就是船長 跟建築家 這邊是怪物 這邊是怪物 還有 這個我們上一集獲得的也是建築系的NPC 還有這個狼母 狼母我們沒有獲得過那個NPC 火體雕像 啊 這個陪庫我們也沒有獲得 再接下來 漂泊者 嗯 以及 喔 感覺還有三個NPC我們沒有找到呢 那我們就去找找看吧 繼續探索吧 這一次也是帶上比較高級的魔力之劍 但是主要的攻擊武器我選 暴風劍啦 這樣子有魔力之劍在的情況下 我這個暴風之劍傷害5會變成34 然後再帶個 流彈發射器玩完 哎呦 感覺很爽快喔 這一回的話 我們上次是往北走嗎 怎麼按到一些其他的東西 我們上次是往北走 這一次我們考慮往南走看看 就繼續 GOGO 耶 小怪怪來嘗嘗我的暴風威力 喔喔 在地裡也可以發射雷電齁 哎呦不錯喔 這個傷害萌萌萌的 只是會有火焰這點還蠻討人厭的齁 我希望他沒有火焰 也是一個新房間 這個新房間好像沒啥特別的 但是我看他對面好像有東西 偷吃一下前帝 我看一下他對面是什麼 喔 是 這一個瓦力客的房間齁 那我們再接下來 接下去看一下 直接穿牆 各位注意 有沒有看到那個角角 是新的NPC 之前這個房間我們有來過齁 只是當初不知道這一個 狼母跑到哪裡去了 來看看你有買什麼 吃種子 開心 火斯特 平逢來種子 原來是這個NPC在賣的 各種各種的欸 你就是一個務農的嘛 那我們也是把他帶回去 各位 喔好像誤會了一點 這個狼母應該是我們 最後一個沒有獲得的NPC 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些名字啊 應該都是 呃呃 白凱吉先生你不要想得出去喔 呃 應該都是寵物 呃這個 賽蒙還有太力庫還有 治療傀儡那些 然後漂泊者應該是 敵對小怪 喔所以 我們所有NPC都收集完畢了欸 啊那那那那 我們密切的大冒險已經結束了 我們之後可以再考慮去 下一個維度 那剩下來的時間 汪汪再去 唉唷等一下我被擋住了 汪汪再去完成我們的這個 嗯綠色套裝吧 就是我們這個 眼睛系列齁 我們眼睛系列還沒收集完畢 來看一下 我們還有弓跟 嗯 盾牌沒有獲得嘛 那弓的話 汪汪在想啊 我們之前獲得這個突襲者 是從永恆射手獲得的 所以應該是 欸 其他世界的BOSS 還有這個眼睛盾牌 應該也是另一個世界的BOSS 分別是 這一個 阿帕拉契世界 跟這一個 冰寺空島的 怪物 那我們就去 探索看看吧 拿個阿帕拉契寶石 再來挑戰一次BOSS 把你召喚出來 欸這一次 欸有有有 這一次我還是很怕他 他這個凋零效果 欸等一下喔 欸我扣血速度 沒那麼快欸 欸 是這個 咖哩套裝的效果嗎 魔力恢復 那我拿榴彈發車器 炸你一下 嗯 好像是有那麼一點吵 但還蠻好玩的 炸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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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炸出世界外 來認真一下 用暴風之劍對抗他 打你打你打你 欸 等一下他會爆炸劍欸 欸 怎麼搞的啊 嗯 那我還是 欸 掏出 黃金怒火來炸他好了 不然這個 欸 流彈發車器好像不太好對付他的樣子 嗯 還是認真來打爆他一次試試看好了 嗯 來來來來來來 攻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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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 揍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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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暈喔 欸我只要按右鍵的話 我就會一直放出雷電欸 喔這 鍵好強喔 但雷電只有5傷害而已 喔 那要再斟酌一下 好暈喔 天啊 我們還是不要這麼正規好了啦 我直接這樣把它幹掉也是可以啦 看看有沒有掉 喔有掉弓了 有掉弓了 那我們再去另一個世界找其他的 炎金弓 那炎金弓應該是用 憤怒之劍吧 看一下齁 憤怒 就是 憤怒 最後一個世界的劍齒 來射射看 來來來來來來 喔可以射了可以射了 那這把弓呢 發射速度快兩倍 沒什麼P用 就收集用而已 再去下一個世界看看 下一個Boss是 冰刺世界的 拿起冰刺寶石來召喚他 而且我發現我這個祭壇旁邊 還有另外一個祭壇 我可以一次召喚兩個 來開刷一波 打你 再打你 好 他有掉盾牌嗎 喔他有掉盾牌欸 那另一隻我們要放剩他嗎 我還是來給你一個痛快好了 欸你不要跑啊 打死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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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獲得這個盾牌了唷 喔這應該是最高級的盾牌了 他到底有多高級呢 應該可以防住所有傷害 並且不會扣耐久度之類的吧 欸他有揍我嗎 等一下你們在自相殘殺嗎 可不可以來理我一下啊 我這邊 剛 剛來一面好盾牌啊 你就這樣不射我是不是 還是說 我其實有擋到他的傷害 只是我不自覺 好像真的有擋到他的傷害了 他應該是無限耐久的盾牌 很酷 那接下來 嗯 還有什麼事情沒做的呢 我好像在冰刺世界有一種種子沒有獲得欸 我們來找找看那個小怪的身影 唉唷 這次沒有看過欸 他叫冰刺惡魔 你是 我們之前打的那隻惡魔BOSS的親戚嗎 來看我用雷電之劍 烘爆你 烘爆你 他應該也沒什麼掉落物 話說這把雷電之劍烘怪物的話 會不會看不到掉落物啊 我有點緊張了欸 等一下還是用 比較平常的手段來打怪好了 但這個雷電砍下去的特效 真的是挺帥的 多打幾下真的很過癮 來 砍爆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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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邊打雷邊打怪的感覺齁 好 那那那我專心找怪物齁 我們應該是要找一個叫做 嗯 巨石的怪物齁 不知道這巨石長什麼樣子齁 他會掉這個種子 各位 我看到他了 他 他好大 你看看這個比例 他 他好大 他真的好大 哇他在小怪當中算很大一隻欸 難怪那麼難生成 先把他裝起來做成生怪磚 唉唷好痛 再來做一個 好多好多的生怪磚通通做 找一個好的位置 我覺得他應該需要在比較暗的地方伸出來對不對 這邊還有一個冰刺傀儡 但這不是我們要的 他不會掉我想要的東西 唉唷來 這樣子 召喚一下下 等一下等一下 大哥你不要激動他 唉我要 我要再讓眼睛夜視效果好一點 來護眼護眼齁 還說你想吃我的雷電 雷電好吃 300多血 300多血算什麼 唉唷好 好像有點算什麼齁 近距離打他還是蠻壓力大的 畢竟他長得好高喔 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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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打死他了 接下來我們來辦正事吧 嗯嗯嗯嗯嗯 喔喔好像召喚太多了唷 來喔唷唷唷 他會把我打好遠喔 天啊 我們來普通跟他PK一下 還會有緩速效果 哇 會被彈超遠欸這個怪 那我就 紅紅石全劍上啊 有掉嗎 有掉種子了太好了 天空花種子 那我就不需要你啦 我要把你關起來 把你關起來 好 那獲得天空花種子了 他應該也有ENZ齁 唷都儲存起來了 那下一集的話 我們就來 我看起來好冷喔 下一集的話 我們就來 種種RPG 模組當中 所有所有的農作物吧 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訂閱汪汪 大增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店母湯